梅雨季报道往往一场大雨后 伞骨凹到 螺丝掉落 还有伞面破了洞 尽管问题不大 下场还是会被打进冷宫 但其实只要简单DIY 就可以起死回生 现在最近下雨的时候 风又蛮大的 风只要大 因为每只伞的受风力都不一样 所以很容易伞会有损坏的情况 基本上的话我们就是伞骨断掉 风线脱落 雨伞受伤只要简单的工具 就可以修复像是伞珠 布料还有伞骨之间的接缝处 最容易缝线松脱 只要准备针线来回缝布 就可以恢复原状 到强峰的时候我们闪会这样翻 它有时候湿地点的时候会在这里 这里很容易会端掉 锚钉松脱其实只要把回纹针拉直 钻进洞口中交叉扭转几圈后 剪掉多余铁丝就可以应急 另外还有伞面破洞 其实可以用防水胶带 上面粘贴在破洞处 也可以避免外面大雨 里面小雨的窘境 这样子放地上的话 它的伞布的这个位置 会很容易破掉 修伞达人强调伞坏掉 多半是使用不当 正确使用方式是开伞的时候 不可以拿的歪斜 要垂直地面 收伞的时候也不能用身体去顶 一定要用手固定当支点 才不会坏掉 如果说你开手方式不对 然后伞又不喜欢晾干的话 它会很容易造成这个伞骨生锈脆化 这个年限会比其他一般的伞 还要来得早发生这样子 雨伞小毛病多 不过容易坏的也想对容易自己修复 可不要因为一点小伤就丢弃不用 记者黄家瑜万千华台北报导